大脚羊神奇的交配方式 通过打架一绝雌雄 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自然界中 大部分动物进入交配期后 都是由雄性主动出击 赶走其他竞争者后 才能够成功获得交配的权利 但是在北美大陆地区 生活着一种神奇的物种 它们总是通过打斗一绝雌雄 输了的一方必须心甘情愿地 接受对方的趴背行为 它们究竟是什么物种呢 这是一种名为 加拿大盘羊的神奇动物 也被人们称为大脚羊 之所以会拥有这个名字 因为在它们的头上 长着一对巨大的羊脚 而这个羊脚就是它们实力的象征 往往越强大的个体 它们的脚就会越大 因此在大脚羊进行打斗的时候 羊脚就成为了它们最有力的武器 大脚羊的繁殖期 是每年的11到12月份 但是早在前两个月 雄性大脚羊之间的斗争 就已经开始了 作为群居动物的大脚羊 羊群中的首领 总有着抢占交配先机的机会 它们在繁殖期前两个月 会将羊群中的母羊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从而确保它们不会被其他雄性盯上 随后在羊群中的公羊之间 则会开展一场激烈的竞争 只有胜利的一方 才能够获得此次交配的机会 因此所有雄性 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进行比拼 当然面对实力强悍的对手 它们为了不受到伤害 也会主动选择退出 研究人员还发现 在大部分大脚羊的脚上 都有着大大小小的裂合 这正是它们在打斗中所留下的痕迹 大脚羊神奇的交配方式 通过打架一决雌雄 这究竟是为什么 大脚羊在打斗中 会用自己的羊角与对方相撞 从而发出巨大的声音 然而这样一种威猛无比的动物 却被人们认为有同性恋的倾向 这又是为什么呢 观察大脚羊的研究人员发现 在临近它们发情期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同性别之间的 大脚羊出现趴背的行为 而这种趴背行为 是它们在进行交配时 才会做出的动作 难道在打斗中认输的大脚羊 会从此改变性别配合对方进行交配吗 事实上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它们在进入繁殖期后 只要两只羊相遇 无论性别都会默认进行一场激烈的打斗 输了的一方必须怨赌服输 让对方趴到自己的背上证明它的地位 其实这只是大脚羊之间的一种惩罚方式 但是在人们看来 却成为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行为 实际上大脚羊并没有同性恋倾向 也不会在打斗中变性 胜者趴到对方背上后 也只是象征性地蹭一蹭 并没有真的进行交配 甚至在大脚羊的认知中 并没有谦让女士的行为 所以即使是不同性别的大脚羊相遇 也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打斗 由于体型差距太大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雌性认输 但是如果真的有雌性能够战胜雄性 它们也同样可以趴到对方的背上 如此看来 对于大脚羊来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性别根本不值一提 羊角决定了大脚羊的实力 却也成为了它们致命的缺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巨大的羊角成为了大脚羊实力的象征 虽然这能够帮助它们获得更好的地位 但对于它们来说 羊角越大的同时 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 甚至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失生命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难言之意 事实上 大脚羊的羊角一生都不会停止生长 所以在达到一定的长度时 羊角便会开始成螺旋状盘旋 与此同时它们的头也会越来越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脚羊无法将头抬起 只能长时间地低着头 甚至影响到了它们密室等日常生活 因此大脚羊的实力就会越来越弱 从而逐渐走向死亡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有一部分大脚羊的羊角会向内盘旋 从而导致羊角戳到身体内部 对于它们来说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是无法自己解决的 所以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此时它们还没有进行过交配 那么就代表着自己的基因 无法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已经有了后代 那么死亡对它们来说 也就没有这么遗憾 虽然大脚羊的羊角 威胁着它们的生命 但是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中 它们却没有将其抛弃 然而之所以会这样 也仅仅是因为羊角 关系着它们的性选择 也就是说 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 它们甚至无视羊角带来的风险 或许这就是自然界中 大部分动物的悲哀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